人人都要冬天来北海道 但其实北海道一年四级都很好 这次趁着樱花季来临之前 我先来解锁一下 日本的宝藏目的地 北海道韩馆 一个你不容错过的美食小城 走跟着美食博主一起 开启韩馆的漫游之旅吧 第一站房东超级推荐了海鲜市场 在北海道过海鲜非常爽 比脑袋还大的帝王蟹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水煮或者白烤 才能吃到最甜美的蟹肉 尤其是掰开腿的那一下 肥是真的肥美 不愧是北海道的帝王蟹 但是四川人还是喜欢辣炒 我们的第二站 就是韩馆人气低的海胆餐厅 大家用的都是海里刚捞上来的新鲜海胆 第一口是经典的海胆厚蛋烧 这是房东推荐的第一个菜 厚蛋烧的基础上加的海胆会更甜 奶香奶香的口感在嘴里沾放 好这个就是他们家的顶级海胆盖饭 第一口先不蘸芥末 来一口纯粹的海胆饭 幸福了就起了没头 第二口加一点酱油 甜度减弱但是鲜度直升 会让我们来到了房东推荐的汤咖喱 我可以单独为了这个店再来一次北海道 你们可以永远的相信生意的汤咖喱 而且可以加很多菜 关键美食我已经帮你们尝过了 我保证非常好 一起气候walk吧